其中的評量部分的話 當然未來我們會舉個例子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為例 網路上的開放平台 開放資料實在太多了 有政府的 有內政部的 還有像台北市、新北市、高雄 其他縣市都有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去找找看 相關的資料 當然我這邊是舉一個治安 跟治安有關係的 那我們最後其實希望做出來就是這樣 比如做一個圓形圖 這個圓形圖馬上可以知道說 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暫比 甚至可以把那個暫比最高的 比例部分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那其他的話當然 數量哪一個 哪一區的數量最多 其實也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那這邊其實當然沒有很精確 其實應該把人口比例也加進來 就是說人口比例部分 這個我想會做 相對的會比較複雜一些 之後如果你想要延伸的話 或許 你也可以把那個人口比例部分 把它加進來 另外的話甚至可以知道說 什麼時間點 切到按鍵最多 你會發現這邊有顯示 最多是 早上的10點到12點 因為大家上班 上班都離開家裡 可能切到 甚至的話你可以用什麼呢 交叉分析 比如說可以知道說 哪一個區域 在哪一個時間 其實各 這個占比是多少 你可以發現 其實這個相當的 就相當的清楚 那這些東西的話 基本上 都 沒有用任何程式寫出來 其實只要用一個功能 就是以SEAL裡面內建的樞紐分析表 就OK了 那當然你如果要做出像這個 這個圖表的話 第一個就是 你一定要先產生我們剛剛那兩個欄位 如果那兩個欄位不存在的話 那當然呢 你也就沒有辦法做出這些樞紐分析表 OK 那這個部分我們大概會講 那其他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VBA部分的話 我們先把VBA先講完 那 剛剛是錄製聚集 OK 所以請各位這個是清除 然後可以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那剛剛有同學來問 幾個問題 我覺得還蠻重要 第一個Visual Basic 剛有同學發生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習慣上就看到XX就有點想把它點下去 然後看到這個XX就把它點下去 然後就留下這個 但是呢 你剛剛的那個 左邊的部分就不見了 甚至啦 大家有同學什麼 甚至連這個也可以把它關掉 這邊也可以把它關掉 那變這樣 OK 那就悲劇了 為什麼 因為環境就 壞掉了 之前就同學甚至 想把他說 老師是不是要重灌了 不用吧 OK 沒有那麼嚴重 那可是要怎麼把它恢復 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不小心把VBA的環境關掉的話 那第一個 你可以找到那個 在VBA裡面的那個檢視裡面 這一塊 其實它名稱叫什麼 叫專案總管 那下面這一塊的話呢 它叫做什麼 叫屬性視窗 那 這一邊這一塊的話 它叫什麼 叫程式 OK OK 所以如果不見的話 你就這樣找 這個 這個 這個在這裡 OK 類似像這樣 反正 它會有 固定的位置 所以我們只需要 把格式裡面的 專案總管叫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 模組裡面的程式點兩下 它就OK了 不過呢 還有一種情況 你不小心把它 拉出來了 這個 拖拉出來 浮動了 甚至有東西這樣 浮動在這上面 假如說你不小心浮動在上面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 第一個 假設你是全螢幕狀態 你先把這個全螢幕狀態 先把它縮小 先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如果你要讓這個 專案總管回家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個我 後來試了很多方法 終於試出來 原來 有個方法 書上也沒 沒看到有本書寫這個 如果你要讓它回家的話 很簡單 直接把這個 專案總管 按住不要放 移到哪裡呢 移到 這一條線上面 有指標放這裡 放開呢 它就回家了 OK 按住不要放 放在這一條線 有沒有發現它變成半透明 放開 它就回家了 OK 這個呢 這個沒關係 直接把它放開就可以了 底下這邊有個叫 屬性視窗 其實不出來 這個 不見也沒有關係啦 不過如果說 假如你要把它 這個叫出來的話 那又會有另外一個問題出現 等一下 它變這樣 一個左一個右 可是如果你希望把 這個屬性 放在它下方的話 你習慣像這樣 這樣拉 不過它浮在上面 怎麼辦 跟各位講 還有個方法 按住它不要放 往上 拖拉有沒有 再到那個專案總管 有沒有 專案那個 那個VBA這個上面的叫什麼 那個 Caption 這上面這個 Title的字上面 放開 它就幫你 把它放到 這個 上方 不過你想說 老師我希望放下方怎麼辦 沒關係 你再把專案的這個 按住不要放 往上拖拉 一樣的方法 再把它放到上面的 這一塊 放開 它又恢復了 OK 假設如果遇到這個問題 如果當然你平常不要動它 應該是不會遇到 OK 跟各位講一下 那 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 再把那個 聚集錄製 複製一個 那我希望 做出 三個案 跟 上個禮拜的那個 有點類似 一個是輸出公式 所以按下這個 但是不是用錄製的 而是什麼 我們自己寫的 一個是清除 一個是 不是用 Excel裡面的公式 是直接在 VBA裡面撰寫邏輯判斷 把它做輸出 這個 第一個 這個輸出的話 這個是公式 這也是公式 這個清除 不過你會發現 清除有點慢 那錄接到 輸出的話 這裡面你會發現 這裡面 就不是公式 這個有沒有 最後的結果 可是這個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把那個 VBA的部分 先講完 然後再來就教各位 怎麼利用那個 樞紐分析表 把 剛剛講的那幾個問題 分析出來 OK 包含就是說 在 台北市的哪一區 的切到案件 最多 然後呢 哪幾條路上面 比如說 這個在台北市 失竊率最高 失竊量最高的 前 十大 這個 這個 道路的話 是在哪裡 OK 如果你要分析的話 另外的話呢 什麼時間 這個 失竊 的 狀況最多 OK 甚至的話呢 假設你要統計什麼 統計104年到110年的事案到底變好還是變不好 這一定要怎麼做 OK 其實都可以做得出我們要的結果 只是說 如果你要統計之前 一定要有那個欄位的存在 你就有辦法怎麼樣 把你要的統計結果 把它繪製出來 當然呢 這個樞紐分析表會把 報表的結果用數字的 跟表格的方式呈現出來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圖的話 其實就是一般現在比較流行的用視覺化 呈現出來的話 那 ECL本身也有提供啦 要樞紐分析圖 可以 把你的那個 表格資料 快速的用 圖形化的方式呈現 當然一般人看圖形一定是比 看數字 而來的直覺啦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利用那個樞紐分析圖繪製 這個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請各位 先試試看 把 那個剛剛講的部分 那當然環境如果沒有 沒有壞掉的話 你就 不見得一定要 自己 去 那個 設定 OK 試試看這個部分 對 過了 我想你 谢谢观看